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通话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外表示 拜登会向习近平提出警告 不要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选举又传出原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要搭乘专机访问中国 却在飞行途中折返莫斯科 外界猜测是否跟中国可能会转变 挺俄立场有关 今天的国际新闻评论要来谈谈 美俄两国相继对中国施压 中国真的会一改过去暧昧不明的态度吗 国际社会不满 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挺俄立场 中方不愿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表示谴责 却同时又向乌克兰承诺提供人道援助 甚至表示有需要时愿意为谈判和解提供帮助 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说法根本是口惠而实不至 然而国际舆论又一再传出中国 有意在经济及军力上协助俄罗斯 中国外交部虽然驳斥这是假消息 但却又没有再挺俄与否表明态度 有趣的是俄罗斯面对不断扩大的国际制裁动作 虽然表面上不低头 但却一再暗示中俄之间坚定的友好关系 似有向中国传达需要晶元的意味 而随着战事持续拉长 俄军在前线的战力削弱 后方军力资源又耗尽 转向普丁的中国好朋友球员 中国的态度显得尴尬 一方面要维系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另一方面又得避免与西方关系崩盘 中国的模糊空间逐渐被压缩 而当中国还在摇摆不定之际 日前却传出一份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机密文件 内容显示习近平曾考虑在今年秋天全面接管台湾 这让外界质疑中俄双方早已取得共识 普丁先对乌克兰开刀 习近平在延任之后接续对台武统 这项消息一出让中国不置可否 不但没有否认消息来源 更是顾左右而言它 国际社会将中国与俄罗斯绑在一起 但中国却不敢表态切割 当然国际社会仍在观望中国的态度 不时传出中国会以小动作的方式来支持俄罗斯 更可能陨落将协助俄罗斯在战后的经济重建 让俄罗斯无后顾之忧全力攻打乌克兰 不过就在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表明 中国绝对不会攻击乌克兰 且会提供经济与政治上的支持时 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却相当低调 不愿就中方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或其他援助详佳说明 其实中国并不想卷入这场战事 但又希望能从中获得外交利益 不谴责俄罗斯 又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 两边都压保 就是要增加自己外交周旋的空间 只是这样的如意算盘 看在美俄两国眼中并不是滋味 当前俄乌战况人不明 拜登与普丁都希望习近平站对边 言下之意就是要中国表态立场 没有模糊的空间 也不可能有两边都讨好的机会 持平而论 中国的态度确实很重要 毕竟这攸关地缘政治的权力结构 也对全球政经体系带来影响 中国最终的决定 也必须端看美国所表现出的态度为何 拜登与习近平的通话 将会对这场战争带来关键性的作用 甚至可能会决定未来全球秩序的走向 倘若普丁人一意孤行 不愿让步 压力将再度转向中国 恐怕会迫使习近平改变低调暧昧的态度 俄罗斯的处境可能会更孤立 自始至终 中国看待俄乌情势发展的角度 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 无论是对主权领土受侵略的态度前后矛盾 又必须考量自己的国际处境 如果拜登顺利说服习近平 这并不表示中国自此与俄罗斯割袍断意 而是中国认知到战况如果再歹系脱棚下去 恐怕会让自己被脱入更深的困境 中国无法从中获得什么好处 反而连带受到国际严厉的制裁 习近平如何下台阶 就当看这次与拜登的通话中能否找到停损点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环宇全世界 2.0全新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环宇新闻台 2.0全新出发